新西藏仪 西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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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他的精神会放苦 他会跑过来 有时候会在我们门口换 有时候偶然会跑进来 我们都会很痛快 为什么 因为西藏仪 你教他之前的经验很多 有拿刀的啊 有漏鸟的啊 就很多那种种种的 恶劣的情形啊 我们都会害怕 而且不止一次两至三次 你要查他之前的经历 哦 忘了等就等了 有性骚扰 好 性骚扰 而且那个进去很多次了 这样我们就很害怕啊 像老板老板娘 如果他们都出去不再 就剩我一个 我就很害怕 算是他要去找阿姬 还是去找刀 附近的人这么高兴 对对 就像老板说的啊 他如果去找刀 大家问不刀啊 也说不太平了 只要他在那 大家就不敢说不开门啊 包括他在店啊 他现在没在那 就在那里不用开 就大家知道自己进去 他如果在那 没有用这个音乐 都不知道说不想来 真的造成很多人的困难 有关媒体报导 我们本校的房姓男子 曾经与邻居来发生口角 前往加油站购买汽油 意图稍微邻居的房子一案 经本民局了解 系107年所发射的案件 那案件发生当时 我们分局以规定来移送账办 令房民在今年的5月21集之前的多次的委屈行为 那我们本分局经以规定来移送 拆除 那我们也通报了县府的社会处及卫生局 另外经过其家属的同意 将房民来强制就医 目前仍在留院治疗当中 这个还要再需住院疗养超六个月 那还要再评估是否转网或其他的机构安置 那本分局对于在房民的住所的附近 我们也有设置来巡逻箱 让入我们的治安的专案巡逻 那我们会择有辖区的派所来加强巡逻 并防范房民的这些 他如果说有出院的部分 我们会再做一个防范的措施